歡迎收看尼亞斯的遊戲實況 我是尼亞斯,今天我們要實況的是手機遊戲《喪屍之城》 這是一款殭屍的守成遊戲嗎?類似啊 就有點像是戰略的遊戲 然後我們現在遇到殭屍了 這些是劇情,我就不念啦,大家自己看啦 需要更多的人手 然後我們現在要建造一個勇士訓練影 基本上我還在新手任務階段 有了,建造一個勇士訓練影 然後我們現在訓練一個防衛者 一隻要三秒啊? 還蠻快的嘛,要點他 有了,防衛者加10 欸,加10,太多了吧 哇,有車子耶 空軍援助 哇,這麼強 很有感覺耶 我是今天看到這款遊戲,然後馬上就下載下了啦 因為他是殭屍啊 感覺我還蠻喜歡殭屍的,所以一看到殭屍就馬上就下載下了 然後我們要升旗,表明自己的國家立場 台灣國旗耶 是台灣國旗耶 是台灣國旗耶 耶,他怎麼知道我是台灣的 欸,好酷喔,天啊 好酷喔,然後馬上 欸,馬上就有一個台灣國旗的一群人過來 請表明你們的身分放下所有的武器 嘿,火記別緊張 我們是看著國旗投奔來的,我們是友好的 我有三個問題 你殺過多少上屍,你殺過幾個人 為什麼殺人 喂,這個問題不是有點類似銀石路嗎 一切都是為了生存,不做屠夫便是羔羊 嗯 暫時收留還是完全接納 我們選擇完全接納啦 因為他回答的還蠻正常啦 希望不要是騙局啦 雞,喔他們餓了 請建造一個自住餐廳 好,自住餐廳建造 有了 然後點他,有食物了 24小時內為你血省兩萬四的食物 能吃飽飯上一個營地的主人 想把我們當食物 好噁心喔 想吃人欸 上一個營地的主人 希望不是白吃飯不幹活 雷達戰被喪屍破壞了請修復 好,修復一下 喂,怎麼殭屍還彈出來啊 太神奇了吧 喔,錦鱗大作 有一波新的喪屍正朝我們前進 點世界 這裡是世界 紅色的線代表有敵人向我們進軍 WOW,好酷喔 吃飽了是時候幹活了 剛吃飽就要殺這些噁心的爛肉 真讓人反胃 沒時間讓你閒東閒西啦 趕快殺就對了 請跟隨任務發展你的基地 好噢 訓練十個防衛者 然後訓練十個防衛者還蠻酷的 這可以顯示要訓練多少個啦 最多只能訓練十個這樣 然後接下來的任務是什麼 這是要過來的殭屍啦 這是要過來的殭屍啦 這要怎麼關掉 再點一下嗎 對對對 任務咧 這是第一個任務嘛 然後我們已經 用好了 然後升級基地至二級 基地是這個 類似總統府的地方 然後我們要升級它 需要花兩千八的 這個是油嗎 然後跟兩千八的食物這樣 升級 免費 免費快速完成是嗎 好快喔 升級圍牆至二級 我看一下喔 這個是圍牆 升級 升級 有了有 免費快速 然後升級 建造一個射手訓練影 射手 拿弓箭是嗎 建造 免費 完成 然後領取獎勵 訓練十個新兵 新兵 喔是拿弓箭耶 好酷喔 喔還有拿槍耶 幸存者 狩獵者 老兵 狙擊手 神槍手 海豹突擊隊 幽靈士兵 喪失練 好酷喔這個遊戲 好我們先 訓練士兵的新兵吧 然後 拿這個 建造農田兩個 喔農田 欸 農田在外面耶 等一下這些殭屍 是幹嘛用的 好算了我們先建造農田啦 這樣建造沒有問題吧 殭屍在外面 建造農田兩個完成了 欸 喔對兩個都完成了 然後收一下食物 看一下喔 喪失 將進攻你的基地好快啊 等一下 啊 好算了 先讓他那個 有了 戰鬥完畢請查看結果 蛤這麼快啊 太快了吧 就這樣啊 完全沒有那個動畫出現 好沒關係不管它 我們先把該用的任務用完 要建造兩個 欸不對不對 這個是農田 有了 有了 然後建造一個收容所 收容所 是幹嘛 可以提升 是訓練士兵的速度 跟 樹木 免費 這前面都可以快速完成嗎 還蠻快的 我先把這些弄一弄啊 後勤中心 是幹嘛 士兵集結 喔有點類似 呃 集合的地方啦 士兵集合的地方 免費 OK 然後咧 升級後勤 後勤中心到二級 喔 出征的部隊它可以增加 數量啦 這樣讓你可以 就是出去的士兵 越來越多這樣 應該是這樣子啦 升級基地至三級 我要一直狂生 好像我的 我的食物有三十九點九K 也就是三十九萬九千 好不好 不是食物啦 油量 然後現在這個 就沒有辦法加速了 這個加速好像 就要花其他的東西了 然後這個要等它升級完 然後我們看一下 信件的部分 有什麼東西啊 郵件 成為VIP 臉書激活 首殺獎勵 要怎麼領 戰利品 可以領嗎 還是說它只是一個報告 應該只是一個報告 不管它 然後 有了這個士兵完成了 然後 現在要幹嘛 我看一下這什麼東西 部隊詳情 喔還有國旗 好酷喔 不過為什麼我是女角色啊 有點可憐 然後 這邊是我們的士兵嗎 欸 這邊是我們的士兵 還是剛剛新來的那些人 不管它啦 不重要 這可以建造什麼 科研中心 軍工廠 算了 這個等到任務需求 再過來好了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還要九分多鐘耶 我有鑽石 二六 二六九殼 這個加速要花多少 五分鐘加速 加速道具可通過 喔 生效 有加速嗎 沒有啊 完成了完成完成 太棒了 有了有了 現在讓我們學習如何使用物品 點它 然後物品 這個 這個 這什麼東西 新手禮包 欸好酷喔 還有新手禮包這種東西 還有道具籃物品籃耶 這遊戲有點不簡單喔 然後咧 升級基地三級也完成了 然後再來自助餐廳也完成了 升級農田至二級 來升級一下 二級 農田 免費 有了 好快喔 前面前面都還蠻快的 遊警兩等 啊 遊警跟農田都是生產食物的地方 所以我食物才會一直生啦 前期都好快喔 是因為剛開遊戲的關係嗎 又有一波 喪失來了 看起來比喪失強大 我們先來建造軍工廠 軍工廠是做什麼用的 建造防禦設施的地方 喔有點類似建造砲台的地方 是不是 好 免費 完成 造些地雷 喔 地雷喔 建造 這可以造地雷 燃燒彈 手雷 還有燃燒 喔這是建造武器的地方嗎 好我們來建造一個地雷 有了 然後這個先完成一下 建造五個農場 然後我們來建造一下農場 到處建 免費 然後這個也建一下 免費 喔完成了嗎 好像完成了喔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建造 免費 OK完成 好快喔 建造有景五個 一直建造耶 新手 新手的那個部分可能難免會比較枯燥啊 可是我要先趕快把可以建造的建造完嘛 後期可能才可以開始發展然後開始攻擊殭屍之類的啊 有了 有了 建造一個倉庫也完成了 升級倉庫之二級 好喔 一直狂升 升級 好這個就要等了 OK 我們新兵也出來了 然後 等一下我放大一下 呃 我們的 手雷還要十二分鐘耶 這太久了吧 然後倉庫要九分鐘 我們用一下道具好了吧 不然真的 那個 有了完成了完成了 yes 升級倉庫之三級 還要升啊 天啊 升級 這次要十四分鐘我們再用一下五分鐘加速 有了完成了 然後咧 建造兩個收容所 欸 前往 再建造一個收容所 收容所是招募士兵的地方 也就是有點類似免費招募士兵嗎 其實這遊戲我有點 現在還覺得搞不清楚他玩法是什麼 因為 這些 都可以很快的就是結完這些任務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這個收容所升至三級啊 好 升一下 免費 有了 還沒到三級嗎 欸不行啊 欸 為什麼不能升 基地等級要四級 喔 基地等級還不夠 然後這個是 殭屍 殭屍要過來了 殭屍的戰力是893 部隊戰鬥力是930 所以 殭屍來攻 殭屍會有機率的來攻擊 那這個是幹嘛 職位官音樂可以引來大批殭屍 消滅殭屍可以收集戰利品 欸欸等等等 哇馬上就來了 喔 好強喔 然後這個是幹嘛 我領取戰利品啊 喔 好 啊這個殭屍可以幹嘛 欸我可以殺殭屍得食物欸 這是怎樣 這個 欸好酷喔我可以殺殭屍 欸好酷喔殭屍是一種自然資源是嗎 這是幹嘛 花費一定資源即可解鎖 該區域以便建造更多的建築 這個要三萬多欸 這個先暫時不動它啦 那這個是幹嘛 我要等到基地六級才會開放 我們多殺殭屍 我們多殺殭屍賺點 少部分的食物 喔連鑽石都有欸 殺幾隻殭屍來 還蠻有趣的 這樣就有食物跟鑽石了 欸 還獲得油喔 這邊是 喔 墜基地點欸 這要基地等級食物才會開放 哇 這樣很多東西 我可能都沒辦法在這一集介紹 可能要玩家自己去探索 因為這樣子的話會拖很久啦 那個遊戲的部分 這些油啊 食物啊應該可以等到它出現那個 符號再收啦 然後我看一下它那個 呃 是欸 一個基地強大於否取決於它的盟友 來升級聯盟大廳吧 哪裡啊 好這個嗎這個嗎 這個是聯盟大廳 呃升級 升級一下 丁列已滿 好也就是說我 等待升級的已經滿了啦 然後這些人是幹嘛 幫助支持 這是幹嘛 欸 呃 沒有沒有這個是 就是教你怎麼玩的啦 OK我看一下喔 基本上這個遊戲 它大部分都會帶你玩啦 然後這邊是寫戰力的地方 籃球場 活動中心 這個是活動的地方啊 這是什麼倉庫 想請 好資源保護 好有可能我們資源會被搶 射手訓練營 我沒有沒有辦法升級 訓練營啊可以 我看一下這個後面是訓練什麼 初 初級勇士 他拿著 欸等一下 他拿著水溝蓋跟 板手欸 等一下先不論他拿板手 你們知道水溝蓋有多重嗎 那個水溝蓋真的很重 真的很重 我不騙你那個水溝蓋很重 怎麼可能 就拿在身上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拿 可以擋殭屍 雖然是可以擋殭屍啊 但自己估計也拿 拿不太多 提不起來啊 很重欸真的很重 我有拿過真的 要求基地等級五級 車輛改裝廠 還有改裝車輛的地方喔 好 然後這個還要八分鐘 然後 把這個剛剛看過 你看這個 這個是雷達 軍情 還可以升級 然後基地的話 不是這個 基地的話還在升對不對 欸升完了嗎 我現在不能升啦 因為現在正在升級收容索 升好多東西喔 那這個真的要 可能 就沒有辦法介紹剩下的東西了啦 就只能先這樣子 就是 後面的東西好像都要等 不知道要等多久 收容索的部分 要升級至三級 還有五分 啊 我們可以用那個啦 加速啦 我又忘記了 有了有了 OK 獎勵 然後 建造兩個三級的農田 這個升級一下 免費 這個 升級一下 免費 這個升級一下 免費 有了有了 完成了 再來是建造兩個三級的遊警 遊警 遊警喔 好 這些都免費是因為都是新手交流的東西嗎 我不知道 等一下 我看一下 這個 升級 三級的話還沒 再升一下 不行 不夠那個 不能同時升級太多 等一下 可以領取獎勵 可以領取獎勵了 建造三個收容索 我不是有 欸 我不是有三個收容索了嗎 沒有沒有還缺一個 好 建造 免費 有了 又破完一個挑戰了 升級為強制三級 好喔 升級 升級 升級慢迫不及待 加入聯盟 重制層層 聯盟會讓你更快的發展 不要 我可以不要加入嗎 我不想加入可以嗎 我不想加入可以嗎 然後這個 用一下快速鍵吧 加速一下 完成了 OK 再領取一下獎勵 升級基地到四級 哇這個根本就是不停的升級啊 哇天啊 好吧這要等一個小時耶基地 然後我們的殭屍 還要五分鐘才來 我們再用一下音閃 叫殭屍來 哇 好這次可以看 那個畫面 領取獎勵 欸有領到嗎 欸他不給我領耶 是當掉了嗎 算了不管他 有了有了有了 可能連線不穩定啊 再來殺幾隻殭屍吧 總之我覺得這個遊戲應該也是有支援那個就是玩家互搶 營地裡面的食物啊或是資源的功能啦 然後只是有第三種的敵人就是殭屍 他會不定期的來攻擊你的那個 你的你的城鎮 就是這個東西 他會偶爾會出現然後準備走走來攻擊 像你現在看世界 我們現在在 欸我們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這裡 我的基地在這 哇 好酷喔 我的基地 隔壁有 一兩個人的基地 而且這兩個人 都是外國人 我們看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台灣人 我們去找他 攻擊 偵查 信息 信息可以幹嘛 喔 可以發送信件 偵查 處於保護狀態無法攻擊 欸我附近的玩家都是保護狀態 有沒有非保護狀態的地方 欸 十公里 好沒事 瘟疫殭屍 我看一下 有非保護的村莊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附近沒有看到欸 這地圖好讚喔 有美國人 有美國人 然後 台灣人 我的基地在這裡 殭屍 距離我還有 哇 殭屍這麼遠啊 欸 殭屍你也太遠了吧 欸 在這裡 在這裡 他們還會過河欸 好酷喔 那這個是幹嘛 喔 它周圍會有一些農田 你可以佔領啦 喔 這個 這個遊戲跟我之前 在玩到的一個網頁遊戲 T開頭的 我都俗稱它條盾 呃 它是一個 就是古羅馬 有點類似古羅馬時代的一個 呃 手機戰略遊戲 網頁的 不是手機啦 網頁 電腦網頁戰略遊戲啦 對 然後就有點類似這個 它附近都會有一些樹林啊 或是農田啊 或是其他之類的 礦山啊 你可以佔領 然後你就可以 呃 增加你的那些 資源的加成啊 欸 那這個遊戲真的 可能會玩很久欸 那我就暫時先介紹到這裡啦 因為這個遊戲可能 真的要玩到很久 才可以介紹很多東西 所以剩下的還是 就是只能 請玩家或觀眾自己去探索了 因為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介紹 全部啦 對啊 就是大家可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玩一下 就是 對殭屍題材啊 或是對戰略的題材的手遊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來玩一下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對啊 目前玩到現在覺得 還OK啦 就是 還是 還沒有 體驗到 進攻玩家的 那個場面 不過 相信應該也是不錯的 因為 光看剛開始啊 到現在玩的那個 樣子 差不多還不錯 然後畫風 也算蠻精緻啊 雖然說不會很 不是說 高很快 但是還算OK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喪屍之城 就玩到 喪屍之戰 就玩到這裡了 一直念錯名字 好 那我們這一集的實況 就到這裡結束囉 希望我的影片 歡迎個喜歡是訂閱啦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到赤連軍戰的粉絲 按個讚 或是看一下其他團員的有趣實況喔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我的影片 你可以下載遊戲贊助我喔 遊戲載點 就在影片下方的完整資訊 用手機或平板看的話 請點擊影片標題的 到三角形 下面就會有 影片遊戲的載點 請用平板或手機點喔 這樣你就可以下載遊戲了 下載遊戲之後呢 請開啟玩一陣子 這樣才會 就是 才有辦法贊助我喔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我的影片 想要贊助我的話 對免費的 好那我們這一集的實況 就到這裡結束囉 我們下一集的實況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